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TCP的服务器大体的流程 我是给大家说了一下的 但是这中间的还有一些知识点需要就感觉怎么做呢 有点诡异对吧 有点诡异 那么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东西啊 什么给大家咱们截个厨 再把它存一下 接下来我给大家去画一下啊 存起来啊 截个图片放在桌面上啊 然后呢 我打开我的一个程序 好了 把全部干掉 不要了 然后呢 把它拖到一个信的里面去 好了 在这个信的里边 我刚刚这张截图呢 就过来了 刚刚这张截图就过来了 好了 代码 咱们那会看过了 不用关心这个代码啊 关心的是什么呢 关心的是大体的一个样子啊 关心的是一个大体样子 好了 放在这 那么再回到这边来 咱把刚刚咱们看到的那个客户端的那个 咱们再打开啊 VRM04客户端的这个再打开 我把它呢 也接个图 好了 快到这边来 把它拖进来 这个不要了 放的大点啊 放的大点 咱们去理理 来 怎么 那么你觉得咱们真正在运行的时候是客户端线运行呢 还是服务期限运行 服务期限运行 对 这个地方咱们画画个东西啊 这题放的小点 客户端 客户端 服务期 好了 我来这么几个键的时候咱们去模拟一下啊 一定要去理解 这个和代码没什么太大关系 一定要理解 来 我的服务期肯定是先运行的 你想要去打热线电话 那那个电话机肯定是先跑啊 好了 程序开始走啊 开始走 走走走走走 走的过程当中 我的程序接下来先进这一步了吧 这一步干什么 创建特决则 这一步干什么 确定一下这个程序用的端口一定是7896 没错吧 接下来这一步 把它变成被动了 接下来这一步 干什么呢 往那画画 接下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accept accept会有个什么特点呢 程序卡到这不走了 请问同学 在这句话上来看 一个等号 一个复制一句 等号的左边是两个变量 是不是等号的右边 是不是相当于掉一个东西了吧 请问我掉一个东西的时候 等号的右边掉一个函数 等号右边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如果堵塞 所谓的堵塞怎么理解 我问一个问题 我调用input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等待了你输东西 我就是不输 那么请问input 是不是就得不到数据 input得不到数据 是不是程序就卡在那不走啊 同理 你的accept 卡在那不走了 他就卡在那不走了 他就这个说 这个是属于这个 无赖这种类型 就卡在那不走了 卡在那不走了 他干什么呢 等客户端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服务器不是卡在那不走了吗 没关系 来咱们客户端 你看请问同学 咱们客户端 是不是此时可以运行了吗 来 客户端第一步 创建讨计子 第二步 请输入对方的IP 对方的端口 这个然后整成一个远组 接下来 是不是链接服务器 对了 这个时候 说的更直白一点 你是不是要链接服务器啊 你链接服务器 就是你执行这句话 就链接服务器 所谓的链接服务器 导致的会什么了呢 他说了 上来 导致了 他说 电脑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等着我呢 我来了 听清楚 什么意思了吗 就好比我从键盘里边 输入数据一样 只要我一定要用 注意听了 我只要一定要用Connect 我链接的目标 如果都是确定好的话 我一定要用Connect 那么你的操作系统 最重要 你的操作系统 就会向这个服务器 去发送东西 那么发送东西之后 导致了你的这个操作系统 也会和你的这个操作系统 之间进行交流 交流之后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Accept得到了 他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 即他不懂事了 听懂了吗 他不卡了 他不卡了 请问同学们 意味着什么意思 这个程序 是不是就继续向下走啊 请问我这个地方不卡了 我向下走 你刚刚Connect的执行完了 请问你是不是 接下来也向下走啊 好了 来同学们 我往下走 我打印了 完了二 我打印完了这个东西 请问这个东西 是来标记谁的呢 是标记了 是不是谁到底 刚刚链接了我 我总理知道谁啊 所以是这个变量里边 是不是就保存的是谁啊 请问接下来 我是不是打印了一下 客户端的IP 和客户端的专口啊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请问又意味着什么呢 请问这个 New Socket New Client Socket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谁啊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客户端啊 是不是标记了他了 那么这个套接的 这个New Socket New Client Socket Deal Receive卡在这 请问卡 是不是又是堵塞 请问此时堵塞到什么时候为止 你看我接下来获取了数据 我接下来一发送 我只要一发送 请问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过来 是不是给了他 给了他 他是不是又结堵塞了 请问又结堵塞 就把他收入的数据打出来 接下来这个干什么 是不是把一个数据给他回复过去 因为咱们这个程序没有接收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显示的信息了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接下来就结束了吧 好了 有这么几个点 大家要注意 有这么几个点是什么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 所谓的accept 实际上就是卡在这个地方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客户端调用connect 听懂了吧 只要一个客户端调用connect 那么我的accept就会解堵塞 不仅解堵塞 解完堵塞之后 accept还有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是一个元族 里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信息号接着 第二部分是一个元族 这个元族里边有客户端的IT和端口 言完之意吧 我一个客户端链接了你 那么这个new socket就和谁对应呢 就和他对应 听懂我想说什么 此时的new socket就和他对应 能力呀 那么那个套接都干什么了 TCP server socket 那个套接干什么了 是不是等到别人是不是监听他了吧 那么怎么才能体现出来 别人去再去监听他呢 来回回头了 什么 我接下来呢 把咱们刚写的这个代码 再给他升级升级 copy 05 然后呢 06 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应该都去银行办过一些业务 开个卡呀 转个章呀 这都可能出现过 开个网银呀 对吧 我问个问题 如果一个银行 假如说一个银行里边 今天真的是人很少 所以说呢 只有一个工作人员 在一个银行窗口里边服务 请问我来一个 我是不是先要拿个 拿个什么东西啊 我先要取个号 我都排队吧 到我了 我接下来过去服务 到我了 过去的服务 请问是不是这么个流程了吧 那我接下来做件什么事情呢 我做一个服务器 来多个客户端 我都可以为他服务 但是服务的流程是 一挨的来 一个个来啊 vrm06 打开这个代码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呢 追看 创建套接字 绑定 类塞 这是固定的 接下来等待着别人连接我 好了 别人连接了我之后 只要截赌色了之后 我通过接下来 我截赌色还是不截赌色 更直白的讲 只要我接下来的代码执行了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哥们是不是就截赌色了吧 只要接下来的代码 他不执行 是不是意味着前面的代码 是不是一定是卡的 才导致我接下来的代码 不执行吧 因此 我这个截赌色了 接下来的代码 顺理成章 就知道了 这个new socket 是不是为一个顾客服务吧 好 看了我这 我接下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是在这个位置 wile true 那么意味着什么 来看看 这意味着什么呢 来摸你一下子 我给大家画个介绍 摸你一下子 服务器 一波 两波 三波 接下来wile true 服务器是不是卡在这 服务器卡在这 请问此时 如果要是有一个客户单来了 会怎么的 客户端一链接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截赌色 这个哥们一截赌色 这个new client变量 标记的那个客户端 而这个client address 这个变量里边 是不是客户端的IP 端口在这放的吧 这边来讲 你这个变量 用一下打印打印 谁链接了你就完了 但是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是不是他这里边 是不是保存了 是不是这个客户端的吧 我接下来 打印完了这个信息之后 我接下来 这个客户端的receive 请问是不是 这个客户端发的请求 我就输到了 我接下来 是不是为这个客户端服务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 发给了客户端之后 请问请看 我接下来干了件什么事 什么 关闭了这个客户端窗口 也就是说 我在银行 那个窗口里边服务呢 你说 这个你好 我接下来要开个银行卡 我就说 你先把你的生命认号 什么什么事 你先会填好 我接下来说 好给你开完了 我就说 你还有什么服务 你还有什么需要 我帮你的吗 你说没有了 请问没有了 我接下来 是不是就closed关了 关了 我说下一位 当我调完closed之后 大家切记 我关的是谁啊 哪一个套家长 是不是这个标记的 那个客户端 我是把这个客户端 给他关了吧 我把这个客户端 关了之后 最终导致这个情况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让我的程序 在挖处 是不是回过头去 再运行啊 我的挖处 回过头去 再运行的时候 我这句话会怎么着 是不是又卡在这个地方 等待什么 是不是等待下一个了吧 你看啊 你设想场景 一个人从银行窗口里边 走了之后 那个人就举到手 是吧 下一位 有个系统计 说有喊号 你就走过去 请问你走过去 是不是有一点时间啊 所以说在这时间 这里是不是这个程序 一直卡在这吧 好了 来一个 我再为他服务 这个关了 我再来一次 再来个服务 我再来一个 再来个服务 我再来个再来个服务 请问这衣服的什么呀 来一个客户端 我就为他服务 服务完了我就关了 我再等到下一个客户端来 我再为他服务 我再等到下一个客户端服务 请问是不是这么个流程 对吧 最终这样一个服务器 不就服务起来了吗 什么是服务器 可以为多个客户端服务 这才叫服务器 对吧 可以把一个客户端要的请求给他 这些服务器 来 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咱们这个程序 为了更好地看清楚 我接下来把这个一和把这个二呢咱们就关闭了 把这个一和把这个二的关闭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在这个地方写个东西 print up print up 等待一个 等待一个 等待呢 等待一个新的客户端的到来 好了 等待 等待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写一个东西 一个新的客户端已经到来 那么他里边的信息是什么呢 百分之S 咱们打一下的 不管你是什么信息 STR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一定可以按的百分之S 是不是可以打印啊 我先等 来了呢 这句话不是堵塞吗 只要这句话看见 请问意味的什么 是不是解读了 好了 为这个客户端服务 为这个客户端服务 接下来我先收请求 接下来打印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再完善完善 接下来再完善完善 客户端 发 发送过来的请求 是 百分之S 来 百分之S 那么接下来百分号写上 同样 如果这样写的话能行吗 因为咱们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经过编码的呀 所以说接下来怎么的呢 Decode 对 Decode 没错 接下来UTF8 接码 Receive和Receive from 什么区别 Receive from里边 不仅有数据 是不是还有谁 发过来的信息啊 Receive里边就只有数据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个客户端的信息是谁 你何必再每次给我 你说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没有 只有数据 只有数据打印 那么接下来把这个数据发个去 那么最后我close之后呢 我再写一句啊 我再写一句啊 已经啊 相当于已经为啊 这个已经 已经服务 完毕啊 完毕啊 好了 接下来我再试验一下 端口是多少了什么 这个端口 我又忘了啊 7890 Python306 抖起来 等待一个新的客户端到来 请问是不是现在等啊 等什么时候呢 你看 打开这个门 我来一遍啊 我断开 我再来一遍啊 你是当什么呢 我当客户端 那个程序当服务器 你连接谁啊 这个端口是7890 看个账 我清一下 清空一下啊 链接 大家看 一个新的客户端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吧 现在是不是已经连接上了呀 连接上了之后 请问服务器等着干什么呢 是不是等着我发数据啊 来我发个100 请问 这哥们说过去了吧 这个哥们 这个100就过去了 你看我收到的数据是100 服务器已经为他服务完毕 请问这是啥意思啊 是不是像那个 这个YO处是不是已经循环起来了吧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相当于已经在发送 是不是就失败了呀 你在发送的话 你就发不过去了 因为对方已经关闭了 同学们怎么办了呢 你把这个哥们看上这 把这个哥们关闭 你放在这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看 我右击 我再来一下 网络贴助手啊 看了这么这么多啊 不行 怎么做呢 你再点他 再来一个 是不是有两个了吧 再来一个后端 又不是不行 可以的 你发现一个点 这个地方有两个点 就是两个 你再去右击 你再来一个 你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三个点啊 这不就是三个客户端了吗 这不就是真正的是 服务了吧 看完这啊 链接 咱们试试 端口是多少了 先选客户端 链接服务器 给成7890 链接 大家看 是不是链接上了 然后这个 我选择客户端 然后我选择7890 链接 为什么没有反应 是不是这个 还没有退出呢吧 你是等的办理业务 但是我没退 你就给大家后面排号 百分之百的 让他们看账 我发一个 两百 过去 为什么他没有等待 立马就有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好像也就是验证了 在我接下来还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去调用 Except之前 你的客户端 是不是依然也可以链接 是不是都是已经链接成功了 无非是我过去用Except 是不是得到一个标记 这个客户端的一个返回值而已 你说是个道理吧 OK 也就是说 你刚刚写的这个服务器 我告诉你 你可以找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口感一起联系它 但是同一时刻 它是怎么的 只为一个服务 单位一个服务完之后 是不是下面一个 是不是还会得到服务 这就是它 然后这个它 好了 我接下来我关闭 我接下来我关闭 我接下来关闭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退出 我的程序 好 那么那么咱们再去回顾一下 我刚刚写的这个代码 创建服务器的流程 必须写这个 接下来等待客户端到来 请问这个地方 差不多应该能理解了吧 咱们刚刚是不是说了很多 是不是就是说的这个地方 等待的客户端到来 即核心点 前边是固定的 Except也是固定的 只要Except返回值得到之后 接下来在 Close之前 这个代码就不一定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这就随你了吧 这个这部分代码是随你的 你是发东西还是不发 还是发什么 还是怎么着 这部分是随你 创建服务 绑定 Listen 等待 Close关闭 这是固定的 但是我这一片代码 是不是等待的位置 这个顾客是不是服务的吧 这个地方 你给成你将来服务的流程 就可以了 服务的流程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基本一个东西 我问一个问题 什么 我为什么把这个 New Client Socket 放到了Wile处里边 而这个不放到里边 这个套件子 标记的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既然服务完了 我是不是就已经给关了呀 但是这个套件子 我能放到Wile处里边去吧 如果要是放到里边去 逻辑就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把这个套件子 如果放到这个Wile处里边 进行关闭的话 当我为这个顾客服务完之后 我接下来再去 Accept的时候 请问 你这个哥们是不是已经关了 你接下来 砰 是不是就死了呀 所以说这个时候 注意点 关闭监听套件子 意味着 不会再有新的客户端到来 但是如果要是关闭的是 那个Accept返回值的 那个套件子 意味着什么呢 不会为这个客户端服务 能听到我想说什么 哇 这个地方我说明一下的 说明一下的 这个位置 如果将监听套件子 关闭了 那么会 那么 会导致 不能够 再次 不能 不能再次 等待 新客户端的 到来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点 Accept 会 失败 能念我意思了吧 那么关闭这个套件子 意味着什么呢 关闭 关闭 这个 Accept返回的套件子 意味着 不会再为这个客 为这个客户端服务 能理解了吗 你要是关的是这个new client 那这个客户端 就服务完了 你要是把这个关了 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套件子 建立套件子都关了 是不是不会再有新的客户端到来了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么一点 注意这么一点 好了 这就是它 这就是它 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一个新的小需求 你咋知道客户端 需要你服务几次呢 什么意思 你看 这个程序是 接收一次 回一次 请问这事是不是就解了呀 你咋知道客户端就只服务一件事情呢 我说我先办银行卡 办完了银行卡 人家问你还有服务吗 我说有 接着给我开网银 开完网银之后 他说还有服务吗 我说有 把网银的额头给我调大点 别给我调成500块钱 对吧 500块钱能买什么 同学们 我的言外之意是 你当前为这个客户端服务的流程是 一 收东西 二 发东西 你是不是就强制认为 为这个客户端服务完了吗 你咋知道真的服务完了呢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所以说 同学们 这个地方好像是不是应该再次进行升级吧 你这么做 你是强制性的结束了呀 客户端有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服务完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接下来 我带咱们大家再去进行升级 靠位 06 然后07 循环为多个客户端服务 并且 并且 多次 服务 一个顾客户端 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 我说的请求 服务器收到了 客户人员跟我说 已经做完了 请问 他接下来会问 你还有什么需求吗 我再说我的需求 他接下来再做 我再说我的需求 他接下来再做 请问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不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了 所以说要怎么做的呢 你咋知道循环几次 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就是什么呢 我要出呀 好了 来 这个方道里边意味着什么 咱们只说大体上意味着什么 外边这个外处处 来我问大家问题 外边这个外处处用来干什么的 等待循环等待一个新的扣端 是吧 里边这个外处处是用来干什么的 循环为这一个顾客是不是服啊 在这个地方呢 写上一个说明啊 这个well 这个well处啊 这个处 true啊 这个为啊 循环为多个 为多个客不端服 那么 里边这个 这个well处 循环多次啊 多次 为同一个客户端服务多次 你说是个道理吧 好了 这个里边在里边啊 结果图放在这 这两个well处能理解我意思吧 啊 这两个well处 来 先花两分钟理理 理完这个流程之后呢 我接下来带着我这个问题想一想 你怎么知道客户端已经不需要服务了 听懂了吗 带着这个小问题咱们去讨论讨论 我刚刚说的这两个well处 接下来咱们紧接着讲 两分钟开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